好 繼續開會 接著下去請許惠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眾議員 現場有很多 包括我們農林單位的各單位主管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各位議員 先進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本席在前幾天 我們市長的市政質詢的時候 特別有去提到一個 糧食自給率的問題 我想當時的農委局蔡局長 應該你也有聽到 這個糧食的自給率就是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農民 有法度應付我們台灣的同胞 入室的供應就是31% 31點多一點點 這是農委會統計的資料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台灣有將近七成的比率 是靠外國進口 一萬四百安台灣人 所以這個授意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農業危機 那其實本期看到說 我們的 對不起 因為這個字體可能太多 沒有放大 我用口述就好 那當然在今年 我們的官方的部分 有進行一些的修法 過去 本社一定很關心這個修根的問題 為什麼你知道 今天我們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如果只有31% 終於七成要課進口 那如果今天我們很多農民 有一些老化 年輕人又不願意 來接班 來做食 農業人才斷層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農民因為 做食 要看天空白的面積 天災不斷的時候 政府補助不夠 包括現在農委會 為了要減少我們的農民的損失 要推出這個農業的一個保險 但是這個保險 費用不便宜 農民也是要生技術一筆 為數可觀的保險費用 而且保險並不是百分之百理賠 所以第一 我們的官方 我們的農委會也好 我們的市政委也好 不可能保養一百補助 然後又要繳保費 好像八成就已經落地空空了 他還要再負擔這一些 所以今天老實講 這些都不是永久的辦法 所以休耕如果太over了 一定會導致我們的糧食危機越來越嚴重 因為這樣就不該做了 他想說 不然我就靠政府保障 但是幸好 本習關係很多年 終於在今年的時候 我們有重新修法 所以我們這個休耕的面積 現在已經有一個限制 因為有些是大地主 他休耕面積現在已經調降為 一年當中 不管你是收成 一期兩期的 一種休耕的面積 只能夠申請到三公圈 至少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 不是很健全的一個規定當中 去減少我們休耕的面積 讓我們的土地 真的可以提高它的利用率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最近 我們有很多 我相信很多的議員都很關心最近 民生的必需品 菜醬 其實菜醬也跟我們的果菜 也跟我們的水果是息息相關 因為有一些是政策 是政策 它不一定是政策 但這些都是屬於農民 但是本習要去強調一點 現在很多人把矛頭指向這個 台北農產公司 本習覺得很疑惑 台北農產公司 它是一個辦官方的單位 有這一半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有一半才是屬於我們的民間團體 那今天如果一個辦官方的單位 在民國73年已經成立了 我們一直喊菜叢都抓不到 那不是很奇怪嗎 好 那如果說早期是國民黨在執政 可是現在已經完全執政了 不會有中央跟地方的問題啊 那我們已經一條邊了 為什麼我們還會有菜叢這個問題存在 其實我覺得 菜叢這樣的一個名詞 對一個國家 是一個很嚴重的侮辱 代表這當中有什麼 有很多法令的漏洞 有很多管理的疏失 導致今天 我們的農民有一部分 可能要背黑鍋 大家想說菜幾個會怕死人 但是農民可能賺很多 農民也有話要講 他要講什麼呢 他的修行變賞了嘛 變賞 他可以賣農產品優寒嘛 所以你給小管 他不一定賺那麼多 搞不好他賺得比平常 大豐收的時候還更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不是單向要替誰講話 但是我必須要很客觀的分析 所以本習在這個地方啊 看到說 今天我們的 台灣農產公司 我們的董事楊汝們 過去這個年輕人 他也很有理想 拿很多做事 辛苦的老農民講話 他就特別提到 搞不清楚現在誰在執政 本事要拋出一個議題啊 局長 今天啊 為什麼會有菜寵這個名字存在 第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的政府真的 要把這樣的人揪出來 來平衡我們的物價 其實是一定抓得到的 為什麼 你只要尋現追蹤 像我們的警方 我們的偵察隊 全都在辦行事的啊 有時候要破獲那種重大的案件啊 包括有一些很複雜的滅門血案啊 每個蛛絲馬跡都不遺漏 只要有一點點可疑的線索 他們都一定到場去收證 然後把一些 你認為 不見得是最主要嫌疑的 的一個資料 把它做一個統合 到最後完成一個拼圖 最後 兇手就可以落網了 但是今天我們的農會單位 有沒有這樣的魄力呢 本期要去提到第二個機制 所以喔 本期剛剛所提的第一個 如果我們政府真的有魄力 不可能會有菜寵的存在 表示是我們的管理 出了問題 還有我們的政府 可能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縱容這些人 獲取暴力 讓很多的消費者 忍受菜價 掌翻天 然後我們的農民又很委屈 大家都覺得農民像在賺太多 其實農民是照顧連天 然後我們的政府 又要編列大筆的預算 不管是農委會也好 不管是我們的市政府也好 這些都是百姓納稅的人的錢 結果大家都輸了 剛剛菜堂贏而已 所以第二個機制 局長 本期要泡出一個經濟學的概念 本期如果客觀來講 這個是一個供需失衡的問題 今天東西如果多 我不相信東西的貴 東西如果少 即便這個東西 本來是平價的商品 因為它的量少 可是需求還是固定那麼多 當然如果很少的同胞 他要吃菜 他要吃水果 這個都一定是基本的必需品 所以當供需失衡的時候 當然就有人會有炒 炒作這個價格的一個空間 所以如果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他就是供需失衡 所以今天我們農委會會特別提到 他說 今天說實在 他覺得現在最後的辦法是什麼 建戶補助不夠 那我們的農民也照顧連貼 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提高我們的農業災損的一個損失 所以現在農委會要拿個補助什麼 不是補助他現金 是要針對他的防災設備 好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是在彰化斗六 有一個農民 他自己本身 他在種植的菜 這個農民 臨機移動 特別放胎來 無論是做生日也好 包括有些養殖業者 用室的 我們很怕這種放胎天 包括現在已經進入冬天 養殖業者屁屁刀 為什麼 這也是養殖業的這些的漁獲 最擔心什麼 氣溫下降 氣溫下降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養殖裡面 水裡面的溫度 跟我們外面的溫度 其實是不一樣的 它是有落差的 跟我們海水的溫度是有落差的 所以當溫度有落差 如果今天養殖業者 沒有一些預警的設備 光是靠過去眼力 過去的經驗 來做養殖的話 老實講 血本無歸 所以這個農民很聰明 他自己在颱風來領之前 他只花多少錢 一分茶 毛阿婆的成本 只有五千塊而已 一般農民都負擔得起 結果你知道嗎 狂風暴雨來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損失啊 他甚至有時候還保存 他原有種植的農產品的時候 東北人 供應高麗菜 供應不足 他完全沒有受損 結果他得到 好 局長 本期花了很長的時間 把這個整個農產品的價格 為什麼在現在這個時候 會居高不下 很多人把矛頭指向台北農產公司 我跟這個地方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我要就是認識 回歸到我們的市場機制 就是因為供需失衡嘛 所以本期過去在 擔任縣議員任內的時候啊 也特別建議我們農業局局長 日本的政府 他有栽調 說服我們的農民 要跟做之前 先做市場調查 日本的消費者 大概需要什麼樣的一些農產品 希望所有的農民 不要搶中 搶中導致什麼 量多價就跌 所以今天如果是我們台灣農民 有一部分 他已經轉型 種一些高經濟價值的農產品 或許他的收益是比較高的 但是有可能他的材料比較最好啊 因為他有很好的一個設施嘛 但是有些農民 他沒有這種材料 沒有這種賣金 你要叫什麼 所以局長 面對今天我們的農產品 面對天然災害的 一波又一波更嚴重的損失 我們的消費者叫股連天 包括我們現在抓不到蔡蟲 第一個 我們的農民如何自保 怎麼樣去保障我們消費者的一個消費 不要再居高不下 因為我們現在薪資不漲 好 那我們的政府現在要辦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以上三個問題都是有相關性的 請蔡局長你回答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謝謝習遠 我想整個氣候因素 然後影響很大 不過對整個一個農產品 或者農業的一個政策來講 必須要從根 也就是結構性要去調整 包括我們農委會所提出的 加強溫室型剛過型的一個設施 這些都是一個可以 就是說可以對一個防災 就是說氣候變遷很大的因素可以阻礙的 那另外剛剛 許醫院所提到的 剛剛就說在銀林地區有覆蓋這個 就是綠色那個網子 其實這個高雄也有啦 高雄也有 那我只要講的是說 但是普遍性不高 局長 今天我們身為一個父母官 我們是要幫助農民 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有這樣的嘗試 不是 是不是可以讓我講一下 好 請說 因為高雄市所有的生菜生產專機都來指觀 那蔬菜生產專機所占高雄的比例不大 所以說我們高雄市以高經濟價值的水果為主 那比如說現在我們的木瓜 有人損害有人沒有損害 沒有損害因為它有兩個肉 兩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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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它有兩個肉 它達到效果了 好 達到效果了 這一次的試驗才達到效果 我們就可以去推廣到其他的木瓜上面 這個是很好的現象 未來的床啊 我們比方說一肉 現在都用一個肉 未來的時候還會比較小肉 覆蓋在上面 這個就是因為有試驗 有成果了 我們就來推動 所以說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整個結構性的問題的話 我們應該從根 從根來著手 再這樣未來台灣的後者 我不要講到台灣這樣 高雄市的整個農業政策推廣 才有利益農民的發展 所以說我在這裡就是說 我當然在整個對農民的教育方面 我們農業也一直在著手 包括說我們現在找不到人工 我們怎麼跟學校合作APP 我們找不到這個思維 大家說肥料的那個一個施放的時候 我們怎麼用無能飛機來坐 這是說我們在尋找方式這樣子 局長動作真的有點太慢了 但是我可以跟 我可以跟習遠報告 我想整個一個架構 整個一個架構 今天因為我們有上前走了一步 才知道後面來回想說 我們上前走這一步 哪邊要做調整 那如果是說 一步要登天 我當然我希望快速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就 我們要趕快炒菜 就不用走 走就叫風台來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讓我們來做 市長 其實你都知道該怎麼做 蛤 其實你都知道該怎麼做 你都知道 這些原理這些管道這些方法 你都知道 但是 但是我們緩不棄急 這樣動作真的太多老百年了 但是 但是我跟蠔議員說 包括科技界在合作的時候 無能飛機 它起立的時候 它往的時候 在噴那個思費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在某些地方是不行的 但是在某些地方是行 那我今天在做這種 這種 這種 就是說改造變化的過程當中 我必須要跟科技界的人來合作 我想全國裡面 你也可以從媒體朋友或者資訊看到 有做這個是哪個縣市 對不對 那 好 我們現在說能工沒有 好 大家說要組成一個 農民服務團隊 請問 農民服務團隊那麼好組成嗎 抓急人 他是 所以說我們應該是 藉著說APP跟學校合作 來這樣子 所以說變成 這是我們未來推動的方向 好 兩分鐘 謝謝主席 所以局長 其實本席要去回歸到 剛剛所講的重點 供需的問題 供需的問題 這是主要的現象 導致我們的菜家會有一些異動 所以我也不希望 有誰把什麼樣的箭頭 指向某個單位汙名化了 我覺得這個肯都有一點失焦了 我們應該回歸到問題的本質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之前我曾經聽過一個農民朋友 做這個前方會跟我說過 他說因為大聲 和厭州 蜜藏 蜜藏正經濟 包括還有一些巴勒 蜜藏最初怕三點 最初怕漏漢 當然還有含海 運動太過激身 當那個爽廟 可能 但是漏漢過激身 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性 就是這個皮衫 它這個蜜藏的賣相就不好 因為漏過這個雨後的時候 它外面會有一層灰色的灰塵 所以變成說它會黑漆漆漆 賣相就不好 所以很多農民臨機一動 怎麼樣呢 它會蓋一個類似的周雨棚 要漏了 趕快用伸縮的一個遙控方式 但這個設備不便宜 不是很多農民都負擔得起 所以我也希望說 今天如果有一些產業 可以幫助我們的農民 幫助我們的養殖業者 第一個減少我們的人力的一個耗損 因為很多年輕人 他不願意務農 是因為太辛苦 第二個 如果有這些這方面的先進的技術 能夠提升我們台灣農產品的一個競爭力 我們很多農產品也都行銷到國外去 那我們何樂而不為 所以我想局長這個部分 我希望你還要及時廣益 來結合更多的新科技的東西 來幫助我們的農民 請局長回答 這一個部分的話我們持續在做 我想整個一個新農業的依化在高雄這個階段 我想我們有很多科技界的一些朋友 他們也願意來幫忙我高雄 所以說包括一些大學的教授 現在都結合一個大學跟我們的金控公司 我們都一直在做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想怎麼去幫忙我們現在的農民 甚至我們年輕農民朋友回到我們高雄 我組成了一個新農大聯盟 就是說你剛才說的格外品把它變成一個加工產品 這些我們都在做 我們都在做 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做得不過的時候 做得不過我很抱歉 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 接著下去 請李喬如議員直選 時間15分鐘 先等一下主席 那個我的時間跟下一位檢犯中議員共同使用 好 那就跟檢犯中議員共同使用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今天呢我的議題呢 跟我們近期來地球的氣化變遷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所以大家一直在談這個黃紅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一些問題沒有做到很完整 就是說我們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其實它有共同的理念 那就說我們在黃紅的施政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工程呢應該是要永續的 要永續而且是天然的低碳的 這這樣子排放的工法來做完成這個黃紅 但是呢還是要符合綠能 要保水的 所以現在很嚴重就是說 我們爆紅的時候水到這個沒對湯下 我沒好的時候大家都沒破的水 然後我們的制風池沒有扮演那個功能 那為什麼這樣 就是因為跟我們的工法有相當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要跟我們的蔡局長來做這個理念的探討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是馬家鄉永久屋的制風池 它的施工法 他們看到它是有加上了這個灶土式的 這個方式在做處理的 那個好 OK 我再回來 那這個綠能減碳的生態工法呢 就是要減少使用混泥土 我們最不能接受就是在你防混的浚溝裡面的底層 加上水泥這是不可以的 這是違反綠能的 所以這個減少使用這樣的功能就符合綠能 用鑲型的石龍阻隔泥沙沉積 這個也是防止這個水災的時候呢 它在這個漁區的泥土裡面沒有辦法自然的流放 然後又要達到怎樣 乾淨的時候沒下雨的時候你又有保有水 那兼具的雨季黃蜂雙重的功能 這才是我們中央進步 保守我們水利署銀建署補助我們地方 在水利功能黃蜂的一個部分 然後它這裡面的施工法是做什麼呢 它當然要鋪設什麼 灶土的這個防水的防毯的水機能 好 大家看到喔 各位首長 我手上的這個這個這個設備呢 就是所謂我剛剛講的 灶土防水毯的防水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設置 這裡面它會有它的原料 等一下我再介紹給大家看到 它裡面是天蘭納 它這個執灶土遇到水的時候 它會膨脹五倍 補什麼 補你腦袋是要插到空啊 才不會老罪作為永久除水層 才符合綠能 好 接下來呢 我再告訴各位說 在我們的高雄市大量在施 在施作製洪池的時候呢 不外敷一定要有雙重的一個基本的工法 那除了剛剛我講的這個灶土的防水之外 它還 喔 對不起 操作不是很順利 它還要做什麼 還要有採抗沖實質的生產附坡工法 好 我拿開來這個綠色的 好 這個材質呢 各位你們看看 就是所謂的採抗沖實質的生產附坡工法 這樣呢 才會符合我們綠能的這個製洪池的 黃逢又在旱季的時候可以製水 還有蓄水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有試做過 馬家鄉這個水菌溝裡面 相關的一些施工的 就是剛剛本席所提出來的 這個工程不是我們市政府的 是營建署的工程 大概讓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那這個灶土的防水坦呢 是由灶土平均分布於這個兩層支部 以布支部 並支成一挺而馳 我介紹一下這個功能 那其他的 你們就大概等一下看我實驗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是什麼樣的成果 好 那康沖實質生產呢 綠色這個呢 它是一種連續性的波浪 撞居 以需這種東西呢 相關的材質 是符合綠能的東西呢 所製造而成的 好 大概是狀態這樣子 好 最重要的是 我想要做一個示範 就是讓蔡局長等一下呢 可以來這裡分享 但是最重要的理念 我今天的質詢在推動什麼 就是自逢磁的設計 理念需要改變 它必須應該符合保水 跟生態互波的 就是剛剛本席所提的 要符合低碳排放標準 又能夠蓄水的功能 那這個造土呢 我們稱它叫做SECLE 它這個防腿的應用 其實齁 蔡局長這樣的工法 其實已經有30年以上的成熟技術 只是差在怎樣 地方政府 要不要去弱勢而已 要不要去符合 真正綠能的自逢磁的使用功能 但是市面上喔 充斥了什麼 大陸製品的 鈣造圖畫 學所製造而成的 劣質的這個納造圖 它是由鈣含 組成的 那真正的 是沒有鈣的 它是純鈣的造土 這樣才可以符合 永久煮水的這個功能喔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現象 目前高雄市政府 在高雄縣高雄市 原高雄縣高雄市 做了很多的自封池 包括台泥 也都有做了自封池 可是大家都做什麼 你們沒有鋪那個水泥啊 你鋪水泥我就麻煩了 你們是用線狀 就是阿門陀 就是陶寺這樣 但是陶寺這個東西 有什麼快點 它沒有辦法蓄水 當你到乾淨的時候 你就變成是沒有水的狀態 我需要水的沒有水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推動這個理想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灶土它其實呢 它是有一些物理的東西 它是有一個礦物質的經代負電 形成的雙電層 它會進行離子交換的 它不是你看 我現在手中你看 這個就是灶土的材質 它就長的這個樣子 它不是你們想像的 就是一個納土而已 它是有一個離子反應在裡面的 它遇到水就會膨脹 所以這個是灶土礦物間層的差距呢 就會因為你有這個刺啊 或者怎樣啦 有破洞啦 它就會加大 漸到水的時候 它就會膨脹 這樣水就不會流掉 那就會有蓄水的功能 好 那我現在就做一個 比較實際的這個測驗 請我們的蔡局長 可以到前面來看一下 請檢疫員 你幫我穩定 我這個就是我們議會的水 我沒有做 我不是在做那個魔術喔 這是實質的 好 我把這個水呢 倒進了 這裡面的東西 是我把這個灶土倒進去的 好 我們現在的水呢 讓它丟進去 漏風了嘛 你漏風水就一直給它進去 它會大概 30秒至1分鐘會滲透 好 滲透之後 好 那這樣子 我們就把水呢 先倒掉好不好 好 先倒掉 好 我們把水倒掉了 OK 好 那我們反方向 好 你看它不會掉下來 好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 喔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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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把土弄掉一些 好不好 好 我們再把水這樣子 因為時間有限 我必須要雙面這樣做 好 我們就把它這樣子 好 讓它滲透 好 它滲透進去 要讓它泥骨啦 好不好 好 好 加長 我剛剛泥土做得太厚了 沒有想到說這個時間 好 大家都有看到了 它的水一直在向下滲 好 即便等一下 裡面中間的 還沒有滲透好 沒關係 好 你們都看掉了 這個 這個浴水泥固了 OK 我在做這個示範 是要把這個東西證實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功能 好 我試看 好 雖然中間呢 我還是再讓它 擰聚一下 我再讓它擰聚一下 剛剛弄得太多了 它原來是沙 它是造圖 好 那我必須讓它凝固好 好 就是我們下雨了嘛 水在這裡面 它一定會滲透 那滲透的時候 這個造圖呢 它就會遇到水呢 就會膨脹 膨脹就會擬解 跟各位 跟各位說明一下 它是一個 綠能 還有天然 它沒有什麼樣的 毒性的東西 好 那我就得要吃一吃吧 讓它的水進去 好不好 好 主要這個測試說 當我們這個造土 鋪成 因為剛剛我介紹過 這個造土壇 它的靈印 它裡面的材質是這個 但是它一動一動的 就是說它讓你的水 能夠下去之後 它會膨脹之後 它就可以 這個蓄水 在乾旱的時候 我們的水很支援很保衛 才不會流失掉 那好 那我現在再做一個測試 好 我現在把它刺動 應該可以啦 它雖然中間 中間還沒有 還乾乾的還沒有 我把它刺動 各位 你們都看見了 好 我把它刺動 好 我吃了動了對不對 好 吃了動了 好 它水一進去 它會馬上膨脹 我弄水給你看 它中間還沒有 還沒有好 好 來我跟各位講喔 我這樣把水 好下雨馬 把水沖進去 你看看它會不會掉出來 那掉出來 表示它沒有功能 那OK的話 它就有蓄水功能 它的水會在上面 因為它剛好沒有刺動了 那刺動後 照理來講 它是不是那個刺動的水要掉下來 是不是 主席 各位 我剛剛不是刺了動給大家看嗎 那刺了動 我這個水 好 我再給它刺一動 刺了動之後 它水照理來講 以泥沙來講的話 水會滲透下去的 那為什麼沒有滲透 是剛好我刺動的時候 水進去就馬上膨脹 好 局長請你回座 謝謝你分享 好不好 好 我希望說未來的政府 在做制風池的時候 我們之前的 也是一種原生的方式沒有錯 但是呢 你們的黃坡牆呢 有的是有用紙皮的 但是呢 有的是用水泥的 我堅持反對 將來我們的制風池的 堤坡是用水泥的 一定要用這種的 這個直升毯 它呢 草還會長出來 它是複合綠能的 那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品牌 我沒有做那個特別的講 就是這樣子 但是台泥的 有一個非常嚴重大的錯誤 它這個 它這個草坛呢 是防火的 它不是在山上 它是水溝 水溝你就不要浪費這麼多錢 你去買防火的很貴的 那防火 那水溝旁邊怎麼會回修呢 不會吧 所以沒有必要用防火的 你用這種的直毯就可以了 那但是底層呢 我建議 未來的 未來的 未來的黃 那個黃蓉的池呢 你不要用現在這樣子 投煮 你水就流下去了 你就沒辦法保留 那麼未來我就希望 高雄市民會應該有示範 一兩座的聚風池 是用這個造土坦去實施 你才可以看見造土坦蓄水的功能 一旦到了旱季 沒有水缺水的時候 你那裡也可以蓄水 然後呢 你們旁邊都是植栽植物嘛 生態綠能嘛 有水有樹有草 那是非常完整漂亮的 來 你一分鐘 那個說明一下你的見解 好 全機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那大概兩個重點 一個是剛剛的抗衝石網 這個部分其實在我們一些 相關的水利工程 如果說邊坡比較 那個陡的話 我們大概都會用這種去做邊坡保護 那剛剛議員提到的那個材質 那個防火等等 這個我們再檢討一下 應該不需要用到這種什麼防火的 那造土的部分 過去幾年前 我們曾經抗旱的時候 有提到就是 要在自洪池裡面去蓄水 那這個就是剛剛議員給我們指導的這種功能 就是能夠蓄水 然後讓水利會等等的自洪池 旁邊可以去飲水去灌溉 那這個功能 這個其實我們過去也曾經調查過 包含水利會系統 能不能去用 那只是說後來因為在投資上面 還需要做飲水路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讓自洪池裡面的水 能夠真正的蓄在那裡 因為我們過去用的工法 就純粹只是做一些突破的修過 我知道你們就是 那議員剛剛跟我們指導的這個東西 我們會在後續如果說有類似的 你們要去示範一兩座 來做一個比較 如果有需要蓄水的這一些自洪池 我們會去做評估 謝謝局長 好接下來很簡單 我大概跟檢冠中議員聯合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重講古山這個淹水的問題 那古山淹水的問題 當然蔡局長呢 你都非常的認真 也到了社區 請了許立民副市長 向社區說明為什麼淹水 還有講了大概的是 未來要怎麼處理 那我們本席呢跟檢議員很早 就是在莫拉第之後呢 我們都在現場也請你們水利局來說明為什麼淹水 那後呢你們也接著開說明會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呢 我們今天在議事廳正式的 我們兩位議員要向這個水利局的蔡局長提出我們的這個訴求 那未來這個要怎麼做 我們不想再發生 到底你那個制服責的功能怎麼樣 有沒有效果 我想接下來我們就請檢議員來做發言 好我想 還是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 面對整個極端氣候 然後你遇到颱風遇到大草 其實是對於整個工部門在於防災上面 是未來我們要面對一個很嚴肅 而且一個重大的議題 那我們再來先回顧一下 就今年9月15號 莫拉第颱風來到高雄 那這是古山山路的狀況 那以及九爐四路的狀況 好接下來9月20號 我們跟李喬如議員有邀請局長 跟水利局的相關的同仁 我們一起去台泥志宏池那邊 那了解一下整個淹水的情情 可是了解沒多久 928又來一個颱風 古山山路還是照煙 好我想這部分大概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一直很期待 如果面對這樣的極端氣候 那以及颱風強陣雨 然後我們又不幸的 很遇到那個大草 我們水排不出去的時候 那針對古山低蛙的地區 是不是我們把它納入為所謂的防災社區 這第一個部分 那 那防災社區我想這部分 其實水利局大概會有一定的SOP 比如說你們會建立群組 會告訴里長 會告訴我們的居民 什麼時候天氣的變化 然後做一些相關的防災準備 這第一個部分 大家要請局長回答 那第二個問題 有沒有辦法去降低那個水閘門 一個補助的門檻 我想在過去 在 我那時候我還在市長是擔任秘書的時候 我們好像有個颱風也是侵襲古山 那時候就為了水閘門50公分的事情 鬧了飛飛揚揚 換掉一個區長 然後里幹事無所是從 然後在地兩個議員為了水閘門的事情 鬧了這樣子 大家彼此 你就講名字啊 就 搞不好 我們兩個先拜就為了這事情要忘記 所以 關於水閘門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就是說 我們相對的防災社區就好 還有那個空缸 我們把它條件放寬 你家裡淹50公分 家裡淹40公分 家裡淹30公分 其實都一樣了 其實這部分我想 主席一直看我 我想你的選區 齊山這一次也是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要請水利局去做一些思考 就是說 在於我們沒有公務員沒有辦法說 徹底防災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辦法 在消息區的一個防禦上面 給居民一些方便 畢竟 民眾的財場生命的安全 比城市美學重要 這個我提醒一下局長 所以 咱們專了 維護他身家的財場 比所謂的城市美學還要重要 好 那接下來我就直接問 古山之龍池 如果做好之後 我們那些古山區的低洼地區 會不會淹水 這部分要請局長很誠實的告訴我們 古山區的民眾 然後第二個 古山育喉的作用在哪邊 然後什麼時候會完工 我想這幾個議題 是不是現在請局長來做一個回覆 好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前議員 那我就先從這一個 簡報上面的一個 古山之龍池的功效做報告 那目前 就剛剛我們議員有秀出來的 這一個 古山山路跟九如四路的 這一些照片 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些積水的 這個水的顏色是黃色的 那其實在市區裡面的積水 一般都不是黃色 那這主要就是說 在古山的這個柴山 整個區域的大面積的積水 全部往古山山路這一邊排下來 那我們古山智洪池跟古山的 這一個三邊溝結流 主要就是把這個柴山的這一個水 全部導到古山運河 所以古山的一個 三邊溝結流跟這個智洪池 會對目前看到的這一個 大面積的積水 會有蠻大的注意 會減少現有的這一個積水面積 那這也是水利局的責任 那古山運河的作用其實過去 好 局長 不好意思 你說會減少積水面積 那智洪池興建完成之後 如果我們遇到 今年這樣的颱風的狀況 那些低化地區 會不會有面臨到淹水的窘境 如果下這一次像 梅基颱風跟莫蘭地這種 或九二豪雨的這種雨量 它還是會有積水的這個狀況 所以還是免不了積水的 對 因為它的這個道路 它的地表的高層 比我們大潮的這個水位高還要低 智洪池並不是百分之百保證 古山不會淹水 對 因為這個智洪池 它是在智洪這個三邊溝那邊的水 而且智洪池的高度會比較高 沉澱一下泥土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要在古山山路 跟九如四路這個附近 我們可能必須照我們後續的計畫 我們在檢討看這個平地這個地方 有沒有辦法再找到一個空地做其他的智洪池 可不可以在愛河做紮蘭 像荷蘭這樣子把它做紮蘭升降 自蘭升降 這樣開起來可以嗎 這一個在愛河的最下游做一個 類似整個全面的柵蘭 那還有很多的問題 因為我如果把那邊蘭起來 我要把整個高雄港區的 進出的這個湘涵也全部蘭起來 才能在愛河的這個地方 全部做抽水機 那抽水站的這個量體要非常非常大 那你就準備一些錢給我們補償 那我們總是在菸啊 高雄市還沒有到這種危機的程度 應該目前不需要 那我們其實還有還是有我們的一個步調 慢慢的去做這一些相關 像我們以古山為例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可以持續進行 古山運河跟古山運河 它是很多瓶頸段我們要打通 那大概它一個完工時間 大概是在11月底 11月底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也有 市長有指示要把古山橋也改建 加高 最主要就是要讓它排水更順暢 那這個部分我們預計是在明年1月底會完成 那整個完成以後 其實對整個山邊溝在柴山的這一個排水 會讓它很快的導到這個古山運河 那最後就是剩下剛剛議員提到的這個 那個古山山路跟九如四路這個中間 化岸街這個區域比較容易積水的這個區域 那上次我們在說明會也有報告說 我們會爭取這個中央的水閘門補助 那銀建署上禮拜也有到高雄來 我們也有反應 那今天早上傳下來最新的訊息就是 這次有提報的就是高雄市跟台南市 那中央是希望說我們兩個那個直轄市 希望提報的標準都一樣 所以早上我已經跟我們的總工程師講 就是跟台南市政府這邊先談好我們報的標準 那議員剛剛提到就是把它的這個標準降低等等 我們一定會把這個建議真實的去呈現 因為確實它淹了20公分 如果它有進去到家裡面 淹進去家裡面30公分40公分 它的狀況其實都是一樣 很有可能造成它財產的一個損害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去列車 實際需要做水閘門的那個用戶 我們會去爭取全額去補助 那這些確實會對未來的我們建構防災 自主防災社區會有幫助 那我們也會讓這個我們的鄉親知道說 在我們大面積的這個水患減少 縮小到它的一定範圍以後 我們要讓這一些鄉親知道它的地勢比較低 它必須要做一些避災減災 那我們會透過一些訊息的傳播讓它知道 好 謝謝局長 那我期待就是說等防災社區 他們建立好那些名測之後 那由局長這邊 由市府這邊跟中央去爭取 尤其是水閘門的部分 就像局長剛才講的就是全額補助的部分 這樣好不好 我們爭取全額補助 好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好 那接下來我來關心下個議題 那我想 古山的壽山其實在所謂的自助旅行者 就是背包客 它是很有名的 它叫Monkey Mountain 那其實它是一個享譽國內外的一座猴子山 其實很多國外背包客很喜歡去那邊 那台灣政府在推動整個生態保育的過程中 尤其是在推動迷火的保育其實也快20年了 那可是我們很不幸的我們在8月底 9月初看到這則新聞 我們受傷的猴子一個禮拜之內 可能吃到老鼠藥 失去了15隻猴子的生命 那我想 動物保護這個議題 其實在整個現代的社會 其實是大家蠻重視的 可是我覺得動保的部分其實有傾斜 大家可能就比較偏重貓跟狗 那可是在我們生活中 尤其跟我們市民朋友會遇到了 這種保育類動物 譬如說台灣迷猴 那其實我發現其實有些民眾很關心 他們也組了一個民間團體 來宣導怎樣跟猴子之間的和平相處 可是他們的資源不像貓跟狗一樣 有那麼多的資源去支撐它 所以說我今天特別來講這個議題 那我希望的部分是在 因為第一個 台灣迷猴是一個保育類的動物 其實在保育類來講 我想會讓主管機關 去面對到很癢癢的狀況 我舉個例子就是 我在上個月我聽到 屏東的專類熊立委 他那邊有保育類動物過剩的狀況 他也在立法院提出質詢 他是指梅花路 那梅花路有時候車子會去撞到它 有時候梅花路也會去造成當地農家的一些損失 甚至跑到人家的庭院 然後造成人員的受傷 他要求政府要國賠 那我想在這部分 又回到我們地方議會來講的話 其實迷猴這個問題 其實我不是第一個講 其實之前有很多前輩都有提出 那現在我想跟局長分享的是 其實這個民間團體他們真的很認真 現在中山大學的新生訓練 會請他們去做一個宣導 做什麼宣導呢 如何跟迷猴之間的一個和平相處 那我想台灣民喉很聰明喔 他們看到人類拿塑膠袋 他們會去唱 我想很多八色的人都知道 你塑膠都跟你不能拿出來 不論你第三個民喉他就跟你唱 但是台灣民喉不會去唱寶特瓶 因為因為寶特瓶跟你割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要告訴你 將對台灣民喉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洋亞洲這邊 有法度有一套 跟我們這些民喉團體來合作 就是我們多用宣導的方式 讓我們這些爬山的民眾也好 讓我們學生也知道 其實人跟動物之間 其實可以有一個共存和平的基礎 就像那一個民間團體的負責人 他告訴我 他說其實面對台灣民喉 其實我們只要看到牠的時候 就跟我們看到一般人一樣 我們看到我們就靜靜地走過去 就好 而不是我們看到我們就一直看牠 一直看到牠會覺得你在挑釁牠 牠就會開始防禦 那防禦牠就會警戒 警戒甚至就會開始 可能也許會攻擊或怎樣 那其實我看到這則新聞 我實在有很多的感慨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宣導了20年 可是這個事情還是這樣的發生 所以我想說 面對保育類的動物跟地方居民的衝突 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更有積極的作為 尤其是現在民眾 就像我在市長總事先講的 其實民眾現在對我們期待很高 如果中央你們拿去 電影還有你們的 真的要全面執政去全面負責 所以這部分可能期待農業局 跟中央相關部會去做一定的溝通 那我也期待就是說 我們發生衝突時的應變方式 是不是有單一雙口可以來協助我們市民朋友 不要說 那是壽山自然國家公園的 我們這個地方政府沒辦法 民眾說這個我們總聽不懂 所以我比較期待就是說 針對台灣民眾的部分 因為這也在我的選區 那邊運動人口也很多 而且又有中山大學在那邊 是不是我們可以跟民進團體做一些合作 其實民進團體他們要的只是說 我們多一點宣導 其實讓我們能知道說 怎樣去跟這些民眾做一些相處 包括說其實為什麼他們知道 塑膠袋裡面會有吃的東西 那一定是有人餵過他們才知道 那其實這個問題 除了我選去之外 我看主席又看著我 他們的奇尾山 奇尾山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農業 你做個回答 好 請請讓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簡議員 我想一些就是保育類的 尤其是台灣民眾的問題 剛剛簡議員所提出 怎麼跟我們一些團體來合作 這個我很認同 因為我想整個可以 一定要先從我們教育來著手 所以說未來我會跟我們的同事 針對這個如何跟我們受傷國家公園管理處也好 我們在那裡整個一個團體也好 我們一定要積極來合作 那另外在這個整個 最後迷活攻擊人類的部分 那麼我們受傷國家公園也有一個保險制度 包括我們登山科那個 我們光潔也有一個保險制度 那我個人覺得 個人覺得 應該是從扎根的教育著手 扎根的教育著手 那這個 這個我到目前為止 我也覺得我們做得還不足 還不足 那麼我們願意 來加強 來跟一些民間團體的合作來宣導 那麼我們跟中央的單位 受傷國家公園來緊密來配合 不分彼此 大家一起來合作 好不好 謝謝 好 接著下去 請那個李亞進議員 只選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那各舉主首長 電視機前面的市民朋友媒體 先請大家早 我是雅進 那先接這個機會 謝謝我們自來水公司還有水利局 其實在市府團隊也都一樣 謝謝在前兩次的這麼大的一個 嚴重的一個風災裡面 大家真的是冒著風雨 然後冒著生命危險 為我們市民朋友做任何事項的把關 尤其自來水 那 除了感謝以外 其實今天雅進還是好 我們要就我們自來水的部分下去做一些探討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經理 我們目前大高雄的那個自來水的那個管線 總長是7,428公里 我們這個公司是當時開始的 當時就台落在的 請經理 好這個我想 主席還有我們的 沒關係你簡單答覆 這個是我們這個資料是統計到現在 我是說自來水公算到現在 我們是當時台落的 開始 這個陸陸續續每年都有在買 那最原先是什麼時候 最原先應該就是在 民國幾年 我們應該日期實在就有了啦 但是63年我們成立公司陸續有 但是之前的管線都已經台灣掉了 所以這些管線都是我們每年都會再增加 所以它7000多公里當中有多少是已經台灣的 佔了多少% 你說台灣的 對已經台灣的 台灣的目前大概是一般來講 我們目前市場每年大概都台灣50公里 50公里 對對對 那去年才台灣34公里 那個經理為什麼要再一次提出來 其實這個問題其實我之前問過您的前任經理 為什麼 因為高雄市的自來水管 其實高雄市發展的蠻早的 那所以自來水管當然佈線的也早 那這些管線下到地底下以後 從此就不見天日 它裡面怎麼了我們不曉得 漏水了也不曉得 然後壁坑營我們也不知道 導致我們好多的路面都下線 去看了一下有時候是水利局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水管徹底下 有時候是你們的問題 那因為 特別提出來是因為 你們跟我們民生用水有關係 那經理您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每一年大概預計都泰換50公里 哎呀經看了一下你們提供的資料 105年你們預計泰換34公里 差了16公里 這16公里坦白說還蠻多的 因為不要說對 像風山這麼高的 如果泰換16公里我也覺得很舒適 所以雅金亞這邊特別在拜託 藉這個機會拜託自來水公司 這邊是不是對於泰換管線的部分 跟我們民生有關係 是不是可以加強速度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是不是也可以拜託你們用個專案的方式 配合水利局也好或公務局 因為水利局現在在高雄市 一直陸陸續續已經做到第三期 第四期的污水下水道了 每一面都在挖 地面都在挖 如果他們挖完以後換你們挖 高雄市整天路面 我們每天就在那裡嗚嗚嗚嗚嗚就好了 那我的意思是說 可不可以一起做結合 他們做得到你們換得到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式 這個可能要拜託 我們自來水公司 我們經理這邊這裡來倒三天 那我再請教一下經理 我們自來水的水源頭在哪裡 我們從哪裡去集水 最主要還是從高瓶溪 高瓶溪 那高瓶溪的水從哪裡來 高瓶溪在上游 就是從整個一個 包括七山溪 老龍溪上面的整個這樣子 水源頭 事實上它是從 是從嘉義那邊一直引下來 嘉義那邊 就是整個用 就是浮流水 所以是我們的高瓶溪 最主要的水源 然後下到高瓶溪 然後我們再從高瓶溪接過來 經理謝謝你請坐 來水利局請教一下 我們有沒有什麼管線 是從剛剛那個經理所說的 從那邊 齊山溪什麼等等之類的水 往高瓶溪的 有沒有什麼任何的可能性 是會影響高瓶溪的水源 跟議員報告 影響高瓶溪的水源 我們現在在周遭 像齊山美濃的這些區域 那它的生活污水 還是會排到那個高瓶溪 那我們在這兩個區域 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 我們有建置污水下水道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都陸續完成了 這一個相關的污水用戶接管 還有接流 所以你們只管理到工程的部分嗎 對 那如果跟水流水系的部分 是你們的還是是環保局的 河川水質的一些 如果污染排放這個部分 是環保局 那是地面水地表水 我說底下的水流浮流水 那個水系的部分是 地下水的部分 管理是你們還是環保局 地下水的部分 那個是由南區水資源局 南區水資源局 水利署 那市府的窗口 是我們水利局在座窗口 好 這個本席到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想要去救救你們 因為 未來 如果不洗去上面 如果沒有控管就好 如果去污染到 應用的是我們大高雄 大高雄 所有人的用水問題 我記得十幾年前 旗山那裡有一個人 頭 頭載那個什麼 共污染什麼 會去不去到那裡 其實 你放在上面 會比較一段 如果做不好 其實就變 會生下去 會變成地下水 也會影響 我知道旗山也好 或者是在裡面的那個 內門那邊 地下的水溪非常的豐富 這是雅京要問的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這個區塊 地下水溪非常的豐富的狀況之下 它水會往哪裡流 往高平溪流 兩個方向 一個往高平溪 一個往台南那個方向過去 但絕大多數都往高平溪 那這裡面會有很多的問題 污染的問題跟民生有關係 這個雅京會再找個機會跟局長這邊討論 那也要藉這個機會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因為有你的支持 我們原來 鳳山這邊有很多問題 都是以前經營館的時候都沒有解決 我們一直來解決 每一次我都會講 每一次我都要提醒你們 拜託你們加強你們的速度 包含第一個鳳鳴街的那個撤溝的問題 我們也從102年到現在終於開工了 開始動工開始做了 那謝謝我們水利局團隊 對喔 那也要注意安全 再來 五福二路這邊喔 到現在其實那個那個 濁水的問題喔 我知道局長也很關心喔 問題是 現在沒動沒中喔 啊所以可能也要拜託 我們水利局這邊幫忙一下喔 不管是側溝也好 或者是那邊的污水下水道也好 也要拜託我們水利局這邊 多多的担待一下 因為這間我們在鳳台上 本社區那些 那根本就是 全部人都不可以看 那根本車就不可以過 就算去那些算水了 所以要拜託 因為那如果加上 那邊的那條叫什麼 前鎮溝啊什麼 那如果倒灌起來 因為之前發生 他們那邊什麼海水倒灌 那海水在哪 我比較不懂 它從那邊倒灌上來 其實很危險 我倒是覺得很危險 但不是只有 有二路那條路的問題而已 這個要拜託一下 那再來就是我要 呃 再感謝的是 上個會期啊 今天有提到說 我們 坦白說我 本來很納悶 我們為什麼要在 鳳山溪的 呃 上游端做那麼多的那個 滋紅池喔 因為我會覺得 滋紅池 又是一個變相的一個公園喔 那在這一次的一個 呃 風災裡面喔 欸 看到它發揮功能喔 那 不管是我們的大 大高點喔 是不是 建國路那邊 鳳山建國路那邊喔 或者是 我們的 三天高啦 不好意思 三天高那裡 還是說我們現在在做 我們的臨米那裡 我想都有它的功能性在 但是雅金要這邊特別提醒喔 我們都是屬於開放性的一個 呃 那個滋紅池 那 相對的也會有一些 安全上的一個顧慮 包含 照明也好 包含 環境衛生也好 然後包含 它的清水性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去顧慮的喔 因為 因為到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去看過以後 好像 改善的程度也沒有那麼的大喔 那還是會有這樣的相關問題在喔 所以 這邊 提出來 跟 第一個是 勉勵也 鼓勵我們水利局 幫我們地方上真的做了好多 以前可能 人家覺得不可能的任務 你們一一克服喔 那 也要 稍微提醒就是水利局說 欸 還有什麼事情是 可能你們要再加強的喔 尤其是環境衛生的問題喔 我會記得 我一個 我們水利局去看 只要有去的 回來都紅袋子 那就表示環境衛生不好 那其實我們 好不容易製造 造了一個 這樣這麼棒的一個清水性 跟我們有息息相關的一個 治紅池也好 公園也好 那就要好好的去利用喔 那是不是也請那個我們的 科長幫雅進回覆一下 我們五甲五福二路那個水路 目前的進度到哪裡了 好 請科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有關於五福路的這一個部分 目前已經完工了 現在在辦理停工中 那等試驗報告完成的時候 我們也會辦理驗收 是 那所以你這一次有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狀況嗎 目前的話我們有去看過的話 是 風災那時候你有去嗎 風災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去 那我們有派同仁會後 有去問一下里長 是稍微還是有一些改善 那因為那一次的話 前鎮盒確實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高潮位 是 那有一些 超過原本我們的一個設計標準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五福二路的話 在原本的設計的標準內 其實是有發揮功效的 是 有啦 坦白說是有發揮功效 但第一時間 坦白說因為報量太大 所以其實也是還有入住的現象 所以還是要拜託一下 我們水利局這邊再幫我們留意 那也相對的速度也稍微快一點 謝謝科長 謝謝議員 科長你請坐 那這裡雅靜也要再做一個 拜託請託的動作 我知道有中央部會一些 有一些工程是屬於中央部會 但是他們也會知會 我們地方政府 包含水利的部分 包含橋墩的部分 那在鳳山跟大寮的交界處 有一個陸橋 多疊建國路去打虎間 匹北街交叉路口 那個橋墩在我們水利局的建議之下 它其實重新打掉再造 那再造的狀況之下 橋墩的中央跟路面 差了六七十公分 在本席的一個強烈建議之下 現在剩下七公分 最高點跟我們路面 差了七公分 坦白說還是有危險性在 這是其一 第二 每逢下雨 不用大雨 只要下雨就好了 我們建國路也好 就淹水了 那本席跟著我們水利局的同仁 去了好幾次會堪 可是都沒有效果 我不曉得局長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有沒有跟你報告說 這裡到底要怎麼去 來做一個追蹤 怎麼去做一個改善 這一次你知道淹水業的多嚴重嗎 那大家真是在那裡 要給外面下雨 還要給外面下雨 還要給也沒用 那怎麼辦 總部個人叫我們做水閘門 也要去整個房子都新的 那怎麼辦呢 局長 請教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李遠 這個案子 我想我有去現場跟會看過 主要就是它這個橋樑改建的時候 它有把整個路面的高層有架高 造成周遭現有的水路 當初也有一些破壞 那後來我們有跟公務總局這邊有協調 那我們同仁也有重新再設計 現有的水路 把它的一些高層相關位置 還有集水的位置重新分配 那目前工程已經設計好了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因為年底我們會發包 那明年初動工 那等於是說每一次這幾個月 如果還有水災風災 我們還是要去承受這樣的一個困擾 那很嚴重耶 那會造成其實 你去看用路人騎車的也好 開車的也好 然後住戶也好 其實都有安全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有跟公務總局 說這種狀況 其實他們在設計的時候要避免 哪有你們說都 你們說哪你們說 你們現在在這裡說 還要去到現場的時候 大家都點心 真的不敢說 都是只有我在 好像不像那 好像我是水裡救耶 我覺得這樣不對 你們頭前 你們 你們學不會做做的 後面之後 我哪一單我覺得沒什麼 局長我要在這邊強調的是 我拜託你們在下任何意見之前 去考慮現場 會不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本來這邊我們已經 在102年03年那下 測溝已經重新完成了 可是為了你們的幾個字啊 那一子公文啊 現在又造成兩邊一起淹水 淹水就算了高層差好多 你要讓我們忍受到明年 我們情何以堪 局長 可不可以加快速度呢 第一個是加快速度 將我們那邊你們的改善工程 趕快做好 第二個是拜託你們 不管是水利局也好 農業局公務局任何單位 只要你們要去 人家來跟你們合 你們想要去現場看看 不然你們也抓一下 Google來看 不然你們有什麼水路 已經做過了 不要你們做做以後 去應用別人 你們真的寫幾個字而已 他們打掉 打掉 跟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部分的設計問題 是公務總局 他們這一邊在考量的 那我們是有把我們的一個 水利方面的一個排泓斷面跟他們講 那議員剛剛提到的這個 那個我們後續的排水改善的這個時間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加快 因為現在開始就是 11月開始過後就是飛訓期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再趕快加快 把這個工程 側溝改善工程來完成 好 好 再一分鐘 謝謝主席喔 局長你有沒有想過 他們高工局做一次已經影響大家用路權了 然後你們又重新再做一次 你們做的還是做樓口 你們是要辛苦什麼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做的 因為你們真的是 其實就是 帶鞄電的到時候 捐監那邊 捐監那裡 問題是 你到時候的人會困惠 我要強調的是 你不管要簽什麼 銀行的文件 發什麼文 你一定要去拒絡到地方 這一點就是 你們完全沒有拒絡到地方 說什麼橋墩要再高 我們那多久沒飲水了 你再吃一腳志弘子 頭前那一腳志弘子 這樣還需要把橋墩 價高 價高之後影響多少 我跟你說原地生差六十公分 差六七十五分 現在差七公分 水整個都射他這邊 比培北街所有的住戶這邊來 他不射過你水到我那邊 那不是在痛苦什麼 任何一間都痛苦 有啊 我有去啊 你叫我去啊 有啦 真的啊 好 因為好幾位一眼啊 你有叫我去過 好 好 接著請那個蔡經驗 一眼直選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 這個 我們農林部門 各位 這個主管 局長 主管 大家午安 中島可能精神會更換散 多幾六點鐘 那我也是這樣 所以 還是請大家再辛苦一下啦 那當然還是要先跟 我相信在場所有人在 今年九月其實很辛苦啦 兩次的 應該至少兩次的這個應變中心的開設 大家都無眉無力啦 大家辛苦啦 不過 畢竟這個 還是有一些災情產生 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所以我今天的十五分鐘 大概可能都要請教我們水利局長 那還是要感謝我們水利局 在上禮拜二吧 上禮拜二 到我們古山 我想跟副市長 我想跟民眾面對面溝通了解當地的狀況 這是有必要的 也要在這裡表示肯定 不過因為那天時間有限 我也不想佔用太多的時間 所以 我有說 到時候會在議會來跟水利局做討論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這個議題 那還是針對 今年九月 不管是豪雨特報 還是兩次的颱風 在古山區 部分區域 有人說淹四次 有人淹五次 那 那基本上就是出來有入水啦 我們簡單定義喔 淹水就是 他們的那個 住宅有水進去了 剛剛我有聽局長答詢 針對 因為網路上 有很熱心的這個市民朋友 把淹水的狀況給拍出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九月十五的清晨 九月十四還九月十五的清晨 就是剛剛 大家也有看到那個圖片 在九爐路橋下 還有青海路跟古山山路路口 那兩個淹水的狀況 剛剛我有聽局長講說 如果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面對今年這樣風災的雨量 志鴻池做好以後 你說那是泥水嘛 淹水的狀況應該會改善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請局長答覆一下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委 謝謝蔡議員 那我們這一個台泥廠區的 這個志鴻池 以及三邊溝截流完成以後 確實可以對整個 目前已經有的這個 九爐四路跟古山山路 這個面積的淹水狀況 大幅度的改善 大幅度的改善 那會不會積水不能確定 要看雨量是不是 積水的話 像市區如果那種強降雨 是 比如說30分鐘 它下個50毫米 這個道路一定會積水 因為我們現有的這一個側溝 跟聯通管 它的一個排水功能 沒有辦法馬上宣線 道路積水嘛 對 那如果低一點的地方 有可能會進入它的住宅這樣 對 短時間的話是不會 但是如果說時間比較長 像我們這一個花灣街那個區域 它如果說碰到那種爆炒 如果說颱風的這種爆炒 它的這一個地表高 就會比外面的那個愛河 這個古山運流出去的水位高 還要低 那就有可能會積水 那積水的深度我們有調查 路面的部分會有可能三四十公分 那有可能會灌到他們的住家 部分地區而已 那如果先不管外水 如果內水的話 我們的設計標準是多少 雨水排水 我們現在設計標準大概能夠 排紅的這一個能量大概 食雨量是大概70左右 70還是75 70毫米 70毫米 因為之前我記得有些資料是講75 大概大約是70 其實那個跟它的維護的狀況也會有一些 維護還有它本身的那個位置高層都有關係 那印象中那一天說明會 我們水利局有把 9月2號 墨蘭蒂 梅基 這三次 不管颱風或暴雨事件 有把它的小食雨量拿出來 我印象中印象中 墨蘭蒂跟梅基 它大概小食雨量應該都沒有超過70 是不是 墨蘭蒂的話 它食雨量大約50 最大的是大概55左右 是 墨蘭蒂 那它主要的在那一天早上 是因為那天的草味資料是達到1.9 1.9 那我們這一個比較低洼的地方 它的一個地表高是大概1.5 那正常來講我們的雨水排水標準 能夠到70的話 那不會淹水還是海水倒灌 它在那個 剛好是在那個漲潮的這個過程當中 市區的水如果要排出去 那個水 艾河這邊的水是往內推的 所以它基本上要排出去的水已經受阻 那受阻雖然它雨量不大 但是它慢慢的在受阻的過程當中 水位會抬高 會不會灌進來 灌進來 抬水會不會灌進來 灌進來 其實這個部分也可以說是 它已經灌進去到我們的這個 比較低洼的地方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那這個要不要解決 這個部分我們分兩種方式來解決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把這一些 這個三變溝結流這個完成以後 它可以去改善 沒有辦法去改善的這個地方 會推這種先做社區自主防災的防水閘門 那長期的話 我們依照現有的 已經有的那個規劃報告 那這個規劃報告裡面 是有提到說 在區域裡面做一個抽水站 但是抽水站就必須要去圍水 把這一些像九爐四路出去的 還有古山山路出去的這些香含 做一個水閘門 那這個部分才能夠 把這一些問題徹底改善 但是這個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有優先順序 我們這一個前面做三變溝結流 已經投入了非常多的經費 那後續的話 其實在抽水站的部分 我們也有提報營建署 那是不是以後會爭取到這個經費 我們會來繼續努力 所以有在朝那個方向 那什麼時候達成或者會不會做 其實不確定這樣是不是 我們有那樣的計劃 有那樣的計劃 這樣講沒錯 好 謝謝局長先請坐 我想我先把大概幾個問題釐清 那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一下 確實稱如局長所講 就是內外水夾擠 那這邊我印象中 應該是這邊最多次 科長在這裡 我們那天也有去看 也跟科長說辛苦 其實不管是在張科長還是林科長 他們也很盡量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在哪裡 河溪路 河溪路 那往西過來的話 就接建國路 這一條 紅色這個 這西部幹線 這裡有個西陵崗線 煙最嚴重 河溪路 河邊接 一直到這個鐵道這邊 紅色這個範圍 我們講內水跟外水 剛剛局長也提到 那這邊我們簡單講 他會遇到什麼 雨水 艾河的水有什麼 潮水 颱風來又有爆炒 甚至上游下來的雨量 那天我也請局長回去 能夠更明確的把 因為你那一天講說 那時候艾河的潮位測出來是 艾河的高層測出來1.8 是不是 最高有到1.8 是不是 美肌等等 大概是1.8到1.9左右 好你先請坐 我推測 一部分雨水 這勢必有 對不對 上游下來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 上游保水中游滋紅 下游做防紅 這是這個原因 應該沒錯 爆炒 墨蘭蒂的風力這個大家知道 爆炒怎麼來 就是風爆炒嘛 風陽嘛 所以說 它面對的外水 面對的內水 感謝水利局 在這個黃色的地方 在101還02年 做了一個抽水戰 做了一個抽水戰 不過很可惜啦 後來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包括前年104年 大家可能對104年 應該是 那個可以說是這個這個這個 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不過那邊也淹水 104年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這幾年 除了今年風災特別多以外 前兩三年 感覺是還好 或者說高雄相對 受影響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在每年大概七八九月的時候 半夜下的那種短時的強降雨 都很恐怖 遇到大潮 內水排不出去 這些問題 我希望 我在這裡把問題點出來 我希望我們的方向 原則上是有潮那個 那更細節的 更細節的這些問題 可能必須再來 後續再討論 但是相關的地上 或都拆除 一片空地 拆除以後 有沒有排水 當然沒有 那當然這個鐵改局 他們的這個承包商 也很負責任 有做抽水機 不過抽水機 那天科長有看到 我不知道那個抽水機 算不算抽水機 這邊的水 會不會跑進來 這邊低洼 會不會進來 對不對 這張圖是我9月2號 那一天晚上 我剛好在旁邊 參加一個廟會的平安宴 8點的時候 趕快過來這裡 我站在河邊街 跟新隆路的路口 我就看到 水溝一直在冒水 水溝一直在冒水 我想這些問題 我們都必須釐清 那到底我們這個抽水戰 就像剛剛局長有提到 我們如果用這種抽水式的排水 必須是要讓它有一個封閉的集水區域嘛 然後再把它排出去 但是我們的抽水機的容量 是根據這個區域的範圍 我們希望能夠解決的雨量的大小 來做設計 不過如果像這種有外水 不小心跑進去怎麼辦 我就淹水了嘛 這幾個問題 我希望水利局能夠來釐清一下 那到底大方向 原則上我想是對的 不過在細部的相關的內容 必須再做討論 這個 就我從這裡 再走到岩城區 這在這個七橫樓 七橫樓跟這個壽星街 9月2號就是淹這樣 整個岩城區淹掉 那當然水局也有去做了一些說明 那這個有時間在說 時間相當有限 那另外我再提 因為這圖片剛剛有看到 我就不講 這剛好在紅色兩個位置 黃色的區域 就是這次兩次颱風 也是這幾年 這個 內圍的最南邊 這邊最容易淹水的地方 那藍色這個位置就在加油站 這地勢最低的 那同樣的 它也是面對 內水跑不出去的問題 外水擋住了 這那一天局長都有講 那你說 遠期我們可能會來做這個 抽水站 我希望能夠 這個腳步能夠再快一點 來徹底解決 我們也希望 自洪池能夠順利在明年來完成 因為畢竟那時候說 做自洪池 做了自洪池以後 我們只解決 等於說把山水分流出來以後 沒想到這幾年 每次遇到颱風來 就是大潮啦 爆潮加一加 整個水就頂住了 出不去 那我剛剛講 我們70嘛 我們的防洪標準是70嘛 剛剛局長講 下個大一點的雨量 也不難遇到啊 這幾年 極端氣候就是這樣嘛 所以 抽水站 有沒有它必要性 如果要解決淹水的話 有它的必要性 那這個我希望說 也是趕快來進行 因為畢竟這也是蠻大的一個範圍 好 那就回過頭來 剛剛局長講 大概都是工程手段 那 也有幾位同仁提到 所謂的非工程手段 那我們工程手段 看到的自洪池 或者像這種 我們高雄市這幾年 多是這種閘門式的抽水機 我們希望說 這工程手段的部分 有經費盡量來爭取 那盡量來做 做到把這個淹水的潛勢降到最低 非工程手段 這其實 這頭影片大家如果有印象 這三年前我做這順的 最平 雨水共存 如果淹水是一個逃避不了的 如果我們把工程 我覺得工程手段我們要去做 我想站在工程人員的一個角度 我們想辦法來解決 那做了以後 解決不了 水閘門的補助 這有同仁提到 我也贊同這一點 讓他們知道說 在很多的時候 尤其未來面臨極端氣候的狀況 水閘門的裝設 那水閘門到底什麼時候做 我那一天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應該建立一個 緊急應變的平台 把里長當成我們的自己人 第一線 什麼時候該裝 我們什麼時候得到這個 可能來暴雨 颱風來的時候 什麼時候來 這些時間把時間點抓住 我那一天也跟局長反映說 抽水站的問題 抽水站管理的問題 那抽水站 不是請個外包商 來維護管理而已 是不是 那什麼時候該開 什麼時候該關 包括解流站 解流站好像是 那個大潮來的時候在開嘛 大雨來的時候在開嘛 那會不會把水引進來 這個問題啊 其實很複雜啊 我們高雄市面對的水問題 其實相當的複雜 所以像這個 我希望局裡面 建立一個緊急應變的機制 好 再一分鐘 我們建立一個緊急應變的機制 像這些防洪設施 要該怎麼去運作 什麼狀況下該運作 然後它的由上而下 由左到右 它的一個參與的人員 必須要有一個非常通暢的平台 甚至是事前的 防汛期的這些 湘涵的維護等等 我現在建立一個 簡單講 台北市在講的 SOP 我相信有 但是可能很零散 我們必須要一個整套的 最後 我睡不著 我去看到 那裡 那時候也下了一場雨 10分鐘雨量 14毫米 一個小時多少 84 這就結局了 這個圖片 最重要 最重要是要講說 面臨未來的極端氣候 這樣的短時間的強降雨 甚至它延時再長一點 很多地方就會開始 好 我們要非常努力的 來想辦法 把這區做的 來 我想 讓 所有的 超級 你那些 有辦法 在這裡 希望說 局長 我剛剛講 好 接著 請 純粹蘭議員 質詢時間 15分鐘 謝謝我們主席 我們農林部門的局處 首長 我們團 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關心市府 關心市政的私密朋友 還有媒體先生小姐 大家 中午好 大家辛苦 那首先 針對我們農林部門 最近這幾個月 颱風非常多 所以特別 像我們農林部門的團隊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那針對我們的農林部門 業務報告 提出質詢 我相信我們的水利工程 在我們隔游期 水利工程拼命做 那為什麼下雨都一直淹水 那 狂風暴雨持續 那我們高雄鳳山 街道都大淹水 那首先我來播放一個 新聞報道 來 請風風暴雨 還在持續當中 所以也造成了高雄鳳山地區积水了 最新的畫面也連線記者 六七紅 木蘭地颱風帶來狂風之外 同時也帶來了暴雨 在鳳山地區 這裡可以看到 整個馬路因為雨來的太極 根本是無法宣洩 不少道路的這個積水 都已經到達半個輪胎高 休旅車的駕駛呢 即使它車身比較高 開到這個積水的路段 還是不住的觀望 不敢呢 冒然的就開過去 而這個地點位於在高雄市 鳳山區陸軍部校附近 可以看到整個街道呢 一整片呢 都是淹起水來 最主要除了雨下的太極之外呢 還包括了大風刮落的一些樹葉 還有一些雜物呢 可能因此呢 稍微塞住了這一些下水道 因此造成了有積水半個輪胎高的現象 不過呢如果雨是騷停的話呢 這水呢應該會慢慢的退去 也提醒民眾經過這些路段 都得要特別小心 我們水利團隊喔 那我們高雄的水利工程喔 持續煙水照長煙啦 那剛剛那個是全國新聞版面喔 我們剛剛那個新聞報導就是 尼伯特颱風來時 那我們鳳山區喔 就金五路跟王生民路 這一帶都淹水喔 還有我們城隍廟附近都淹水 然後淹得汽車的半個輪胎高啦 所以上了全國的新聞版面喔 我是說這樣負面的報導 對我方說喔 真正喔 負面的新聞 真壞啦 那我在看我們的水利局的業務報告喔 第十二頁也有報導 我們的排水工程喔 下水道還有污水道工程 都有提到我們鳳山地區的部分喔 像說有花七億喔 七億多的鳳山郡 四龍池的工程 還有鳳山西的污水 污水廠 緊急的繞流工程等等喔 都是要避免我們鳳山會淹水的工程喔 那我們鳳山的水利工程做很多啦喔 阿所以每次颱風還是下大雨都會淹水喔 阿所以颱風一來就是經不起考驗啦 那是不是我們的排水設計有問題還是怎樣 我們應該好好思考一下喔 只要颱風來還是下雨 那個樹葉如果一掉下來喔 就馬上塞住了 水就淹個大馬路 只要蓋車的那裡就半個輪胎就高啦 所以城隍廟附近喔 周遭都是淹水啦喔 所以 你這樣喔我們看這個地圖喔 我們鳳山的水利工程做這麼多喔 那水利工程這邊喔 我是希望說喔 不要在我們的古蹟在泡水 因為在看這個地圖喔 就是從那個鳳鳴街到我們的中華街這一代喔 有很多古蹟啦 純宮城隍廟啊 鳳儀書院啊 還有砲台喔 那還有我們的 那還有我們的 雖然那個曹宮廟不是古蹟科學 都是一些我們鳳山非常有名的景點喔 觀光景點喔 那本時本席 是希望說喔 這個地帶經常都淹大水喔 淹大水喔 我看業務報告也花了一千六百萬 做了香函嘛喔 一千六百萬做了香函嘛喔 那我是希望說 對我們這個地帶城隍廟附近這周遭 都是古蹟環繞喔 希望有所改善喔 阿不然喔 每次遇到颱風或下大雨都會淹水喔 那我們古蹟在這裡非常多喔 那如果沒有好好的維護保護我們這個古蹟喔 不要每次一下雨就泡水 然後古蹟的維護喔 到時候喔 再花大錢喔 因為我們的市府財政喔 也很拮据啦 那不要到時候淹了下雨 淹水啊 然後泡水 那我們古蹟喔 就是我們的文化資產毀損喔 有時候花大錢喔 也沒有辦法來改善來 來拯救我們這個古蹟的喔 阿所以 本市特別提出來喔 討論來建立 你看 每次 颱風天還是下雨 南城王廟附近 都淹大水 你看 我本期是希望說喔 希望不要有這個畫面再出現了喔 尤其喔 我們這些年來喔 我們對文化的概念都有了喔 所以我們鳳山古蹟也成為 我們高雄市的觀光景點 所以本期是希望說喔 不要遇到水 就淹大水喔 就淹水喔 那好像一個水鄉澤國一個的地區喔 讓我們這些市民喔 會真正的歡樂說 每次下雨啊 颱風來就淹水喔 所以希望 我們水利工程喔 它的改成喔 希望有所改善喔 那另外 等一下 蔡局長再一併回答喔 那另外 還有很多里 里長里民有在反映說喔 我們新人里還有 新人里朝工去 我們當初在翻修工程的時候喔 那施工 堵塞那個舊的水溝喔 那造成我們立志街 還有安寧街一帶喔 通通都淹水 那我們的里民是認為說 淹水的原因是 我們水利工程在施工 單位他們 颱風來的時候 沒有把 舊有的水路喔 疏通 所以 直接覆蓋了舊的水路 所以 颱風來還是下帶雨 就把這邊都淹沒了 然後 水路不通 所以無法宣洩 所以造成這邊也淹大水 也很多里長啊 里民都有反映 那水利單位都說等 颱風後還是下雨後 再來處理喔 所以這裡都淹大水 所以本期是希望說喔 我們鳳山在做水利工程 這個期間喔 如果是颱風天還是下雨 天前夕喔 我們一定要要求我們的 承包商 我們包商喔 在颱風或者下雨來臨的時候 一定要全面的疏通我們的下水道等等喔 不要讓民眾 遇到下雨還是颱風來喔 就淹水 然後 就讓我們鳳山 鳳山好像是水 鄉澤國的地區喔 我希望喔 我們這裡的水利工程能完工喔 能有所改善 不要說 遇到下雨或者是颱風的時候 就淹大水喔 麻煩蔡局長 你簡單回應一下 請請讓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喔 那還是要跟議員報告就是 鳳山不是水鄉澤國的地區喔 那這幾年在鳳山我們投入了很多一個 相關的整治經費 像鳳山溪的拓寬 以及智容池的僻建喔 那也解決了很多鳳山地區 長年淹水的一個區域喔 那剛剛議員有提到這一個像 尼伯特颱風喔 尼伯特颱風它在那一天早上降下的強降雨喔 施雨量已經達到將近80 而且兩個小時都有達到大概150左右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在市區裡面是 目前的排水設置是沒有辦法去負荷的 所以局部地區當然就是會淹水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報導上面 像莫蘭蒂颱風的這一個王山民路 积水 那這個地方其實過去是不會积水 那在莫蘭蒂這個強風下 很多的樹枝樹葉 全部會掉下塞住我們的這個側溝 那在那一段時間 高雄市很多地區過去不會积水的 它也有积水 像高速公路中正交流道附近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樹葉掉下去 阻塞了這個側溝 那這個部分後來也是風小的以後 我們環保局的同仁去現場做了排除 所以很多的這個激水原因 還是要跟議員報告 他並不是說單純的說 我們沒有去整治這個水患 那短時間的這個淹水的原因 我們會去探討 那必須要用人力去克服的 我們去克服 那剛剛議員有提到這些古蹟 像鳳儀書院附近鳳鳴街 這個地方的淹水是非常多年來 已經我們有水利局有列管的 那因為這個地方很多的那個道路 下面都是那個管線 那道路又很小 所以我們當初的這個依照規劃報告 它必須要從這個地方排一個香含 排到我們的曹公郡 那這次水利局也有提報 中央爭取了一千多萬的經費 那目前因為管線遷移的時間過久 那廠商它要解約 所以我們現在又要去要重新來發包 所以其實很多過去社區 老舊社區它面臨到的這個淹水問題 水利局還是有持續在做列管 那提報一個新的計畫才去做去改善 但是沒有辦法那麼快 因為老舊社區裡面 非常多地下管線的問題 我們要去克服 那持續性的 我們還是會在一些必要去改善的地方 持續來加強 那污水下水道它其實不是在解決淹水 污水下水道它是排生活污水 那所以剛剛提到的一些污水下水道健身 那個跟排虹 還有一些防水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以上說明 謝謝蔡局長 我知道我們最近這個颱風 我們水利局的團隊非常辛苦 大家都辛苦 所以本期是希望說 我們在我們風山的水利工程 如果在事工中 一定要要求這包商的颱風天 下雨天前夕 一定要疏通這一些水道以及上 不要樹葉一掉就塞住 就淹大水 那本期也希望說我們水利局 在我們風山做的水利工程 如果完工希望能有所改善 我們不再淹水的一個區域 在這裡特別向我們水利局團隊 大家都辛苦 我知道你們特別辛苦 謝謝 來 另外本期在針對我們的海洋局 一個新聞報導 在這裡可以出來討論 那我們的針對我們海洋局提出我們業務報告的資訊 像石斑魚產業快被我們大陸打炮 那解決方式為 那我們永安的龍坦石斑 凍死九成 那孔斷貨或者是翻倍漲 那這裡有個新聞報導 來 我們來播放一下 沒有聲音喔 沒有聲音喔 龍坦石斑魚肉炸得金黃酥脆 再放進另一鍋子裡 包成三杯龍坦石斑 這龍坦石斑魚魚可以好幾吃 還能做成清淡鮮甜的涮涮鍋 膠質多肉質Q彈 可說是老套最愛 先是施木魚受含害凍死八成 高雄永安餘溫 凍死的龍坦石斑因為體型比較大 才在這一兩天大量浮出 國軍弟兄出動堆土機幫忙清運 損失慘重 而這也預告著 今年龍坦石斑不是面臨斷貨危機 不然價格恐怕會翻倍掌 當地約有四五十戶漁民 平均一戶養殖五百到六百尾龍坦石斑 加上施木魚石斑魚以及龍坦石斑 這次含害一戶至少損失上千萬元 而當地養殖面積高達三百五十公頃 年產量三千六百公噸 一年更可創造十一億年產值 如今全軍覆沒 漁民欲哭五類 永安餘會理事長說 這次含害施木魚價格已經從一斤三十五元 漲到一斤七十元甚至一百元 而一尾龍坦石斑市價五六千元 在漁獲嚴重短少的情況下 一尾恐怕會漲到萬元高價 龍坦石斑堪稱是高雄五寶之一 不僅僅供貨給全台各大餐廳做料理 漁會也和超商通路合作 年節推出冠軍國禮盒 誰也沒料到龍坦石斑也躲不過 這波帝王級寒流九成凍死 這下不僅價格會翻漲 就連出貨恐怕都成了大難題 現在狂風暴雨還在持續當中 所以也造成了高雄鳳山地區積水了 最新的畫面也連線記者劉淇宏 木蘭地颱風帶來 暴雨在鳳山地區這裡可以看到 整個馬路因為雨來的太極根本是無法宣洩 不少道路的這個積水都已經 好兩分鐘 那個王局長剛剛有新聞報導 那我跟王局長我們的海洋局團隊討論一下 我們台灣青斑魚被大陸龍虎斑打趴 那我們的業務報告有說 我們去年我們高雄的養殖漁業產量 第一名是四目魚 那再來就是石斑魚 那總共是1068公噸 那過去我們台灣引以為傲的石斑王國 現在正面臨危機 那本期是希望我們海洋局 幫我們這養殖戶打開新的市場 那本期是說我們現在我們的 青斑魚它的價格一直下降 那已經到了已經下降到成本 所以養殖戶可以說苦不堪言 那我是說提出說我們應該 海洋局這邊應該要如何幫我們的養殖戶 來幫他們打開新的市場 然後運用我們更多的智慧 幫養殖戶我們漁民 就是想出有一個解決制度 然後讓它有一個溫飽的就是一個收入 請我們王局長簡單的回應一下 因為時間有限 好 請局長簡單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這個分成三個部分回答議員 第一個我想約束已經針對清辦的部分 有啟動這些補助收購的機制 然後分別針對這個養殖戶 以及這個加工廠部分 有進行相關的收購動作 那我想第二個是 行局這邊也協助相關的這些養殖戶 拓展整個內銷的市場 包含我們協助整個永安與會這一邊 其實進入到台旅的賣場 然後甚至相關的這一些 其實通路的部分 百貨公司也好 電子商務的通路也好 我們內需的市場 我們也一直不斷的在處理 另外就是在整個外銷市場的部分 當然也避免過去太依賴中國大陸 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們也會積極的包含 從其他的中東國家 或是其他的部分 我們也會讓整個外銷市場 能夠藉由不斷的參與相關的 這一些展覽的行銷活動 去推廣不同的市場 好 好 接著下去請李順敬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 主席 我們農林部門的所有的局處所長團隊 我議會的好同事先進 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來自小港前鎮 我們高雄市最基層的 最邊垂的一個 我們的行政區來的議員 來為我們地方 反映一些問題 希望我們的市政團隊 能夠重視 第一個 本席想請教我們的學歷局 我們10月21號 又發生了三多路跟凱旋路 疑似 梨化青 外洩的事件 崩路 長度達800公尺 前兩年 在政黨輪替前 還氣爆 市民朋友還活在這個陰影當中 當然這個跟我們的今天的業務 比較沒有關係 可能還在查原因 但是本席在這裡 要反映的是 我們高雄市小港區 沿海 我們的中林路 在政黨輪替前 氣爆了兩次 那個 路塌了兩次 政黨輪替後 到現在 又輪替了兩次 路塌了兩次 逼著我們選區的立法委員 為了要對市民朋友交代 深入我們地下45米 瘦十米的 去看到底 我們的下面發生了什麼原因 我要來請問水利局長 你主管我們的 所有的水利 防洪跟排水 這個主要的業務 你知道中林路 小港沿海中林路的地底下 到底有多少的管線 在什麼樣的深度 在什麼樣的 這個範圍裡面 有什麼樣 有哪些單位的管線 局長知道嗎 請局長答護 請局長答護 謝謝主席 謝謝理議員 那我們現在在整個中林路下面 水利局過去就有埋了我們的一個 污水下水道的浅頓管線 那這個部分埋深大概是20公尺 20幾公尺 20公尺左右 那至於說 水利局做完這個污水下水道過後 因為台電這一邊 它必須要去做它的一個浅頓工程 所以台電的這個管子是在我們的污水下水道的下方 那我們在做這個 我水利局在做污水淺頓的時候 我們也有調查 中林路上面有非常多的 中油 台電等等的管線 但是這個部分在管線的土質系統有 那這個部分我們沒有辦法很詳細的跟議員做報告 但是我們水利局每次在做這一些 污水下水道推進工程的時候 會把這些管線資料做詳細的調查 謝謝局長 我跟局長報告 我們中林路的下面30米的地方 有我們台電135K 速配電線淺頓工程30米 我們的很認真的賴瑞隆立委 深入到我們的30米地下 我們的16米的範圍 從地底下到那下面16米 有我們高雄市的雨污水下水道 就是你所謂的淺頓的16米 在上來4米6的地方 有我們經濟部工業局 聯合污水處理場 主管我們大寮、林聯、林海工業區 三個工業區的污水排放 跟這個引導的這個管線 4米6的地方 就是我們聯合污水處理場的這個速配管線 在上來的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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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林海工業區 服務中心的所有的雨污水 所有的雨污水在2米的部分 在上來的1.2米 就是我們的自來水公司的 我們的這種管線 再上來的1米 就是我們的台電的 1萬1福特的速配電的高壓管束 還有我們中華電信的這個系統 你看一個露塌 造成所有的民生的生活全部停擺 全部停擺 到現在我們還活在氣爆的陰影 教長 你主管我們的所有的水利的業務 那我請問你 是什麼原因會露塌 你知道嗎 那個部分在那個 台電在推進館的這個 潛頓施工過程當中 那因為它的一個管件街頭的這個部分 有漏水 那漏水因為它地下的深度 是達到30幾米 所以在整個管壓下 整個這一個上面的附土層 就往下沉 那往下沉 這個部分就是會越來 一個破壞點發生以後 它就會均步的全部的那個區域 全部往下線 那也造成我們污水管線下線 以及更上面 像剛剛議員所提到的 所有的這些像污水管線 還有一些民生管線 全部都往下呈現 局長這個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我要跟你探討一下 你把責任推給台電 台電說我很冤枉耶 這一次現在還在正在開挖 委託成功大學 來測試來檢查的 目前還沒有檢查結果 經濟部的單位說我也很冤枉耶 是你們旁邊都下線了 才損到我的管線 不是我的管線有問題 是你們的這個周邊的管理不當 我所謂的不當 局長 每間工廠都抄搓地下水 那不幫喔 幫一個你拿給台電 幫一個你拿給經濟部 那現在都你們中央的耶 你不要說當作那是拿石的政府耶 你現在又撒給台電 你現在又撒給這個工業局 那也是拿石的政府耶 不要這樣撒 你自己的這個水錯沒有管理好 你知道我的工廠 每個月有三千噸的污水 但是我用自來水才用兩百噸 他的水從哪裡來 他怎麼有那麼多的汽水可以排出來 他都抄搓地下水 你們都沒有管 現在又撒了 又撒給中央了 再推啊 再推給經濟部啊 再推給現在是雨污水啊 雨污水說我很冤枉耶 是你們下面都塌了 我的管線怎麼不塌呢 有關水錯的部分 有關水潛的部分 你現在怎麼執行 議員報告 如果剛剛提到的這種中林路這個問題 這個部分台電它的這個潛頓管線 確實在那個施工過程當中是有問題的 那議員提到的這個地下水權的管理 那小港這個地方是地下水管制區 它是照規定不能發地下水權 那議員有提到的可能就是那種非 非法的這個超抽地下水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去會同這一個 那個金發局這邊去積查 目前現有的這一些工廠 市長我不是講只有小港 所有的工業區都一樣 你應該去注意他們的這個水權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全面性的積查 而且資料都有報到經濟部 每年要去積查的範圍都有 它的污水跟它的自來水 不成比率 你沒有發現有問題嗎 你沒有發現這個水是從地下抽的嗎 難怪所有的這個路面會有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沒有 我是在鼓勵你 我也知道你表現很好 你的團隊也很認真 但是沒有找到原因 可能有很多的壓力 可能你要執行這些 可能也要需要時間 那我知道你們平常有在做 但是經濟部工業局也好 我們的台電也好的員工 都向我抱怨 說每次都把這件塞給我們 我們實在很安慰 水利局你們有沒有去查他們的水權的問題 每一家都超抽地下水 我想我在這裡講這個 可能會得罪很多的資方 但是沒有辦法 為了我們的居民 為了我們的生命財產 我一定要這樣講 要多方面的來防止這些問題 鑑長你了解嗎 來鑑長你請坐來 請坐 謝謝 拜託你 謝謝 來農業局請問 現在是聖英年也好 反聖英年也好 一下雨 積水成災 我們的造林工作做得怎麼樣 我們這些樹木有沒有去保護 我們工業區裡面 用了很多的 運輸用的枕木 一支枕木都這麼大 一支枕木都這麼粗 都液體成型 三十公分 摸一間工場 工場裡面用十幾萬機 不要說外面 十幾萬機會查 你們有沒有去查 他們的木頭來源從哪裡來 有沒有去查 到底是進口來的 還是到華林木來的 我們的轄區裡面的某一家工廠 在工廠裡面的 用了十幾萬支枕木 每支枕木都這麼粗 都三十公分直徑 一體成型 都要兩百公分的燈多 你們有沒有去查 這枕木從哪裡來 還是說放在讓他們去 反正就拍他 公司要給我發錢 我就來偷糊一支 偷糊兩支 再去那裡 有這個政權嗎 你們有在管嗎 來 請教授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在這裡把李議員報告一下 那麼在飄林木的部分 那當然在地方是屬於市政府 但是你講的那一部分 趙林的部分 中央趙林的部分 那是領務局 那如果說 如果有時候 說這個是倒查的 那領務局會會同森林警察局 會去處理 這樣 你們也要介入 我們要政令要宣導 到底他們的木材從哪裡來 會不會損到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一般造林的這個工作 這個用 你用木頭的 除了鼓勵他們造林之外 還有環保的問題 還有安全的問題 那些畢竟是會虎實的 希望他們用代替品 不要用這種木頭的來做枕木 這個會造成很多環保的問題 我簡單說一下就好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也有跟你們單位反應過 也沒有人跟我答案 你自己追蹤一下 希望你在你的職務上 我來和林務局 我來和林務局了解 好 你請坐 謝謝 我的時間 比我還比較親的 比我還比較年輕 比我還比較漂亮 我們的周林文議員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孫敬議員 最後三分鐘借給我 謝謝 那個 我想兩個颱風之後 全台灣對這個 蔬果的價錢都動起來了 全台灣的消費者都在這個問題 這兩天我們的同仁也都提很多 大家提的 不管是菜蟲 不管是菜農 不管是哪一個單位 這個部分我不再贅述 但是我在這裡 其實我倒有一個想法 想跟我們的農業局來討論看看 它可不可行 呃 局長 像我先問你喔 我昨天 路過新中路的水果攤 我買了三隻香蕉 一顆木瓜 一顆小的哈密瓜 台灣做的不是進口的 這樣三樣 三根香蕉 一顆木瓜 這樣兩百八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樣是略貴嗎 這樣應該是 價錢一直還沒有下來嗎 你的行情 你腦海裡有沒有行情 謝謝主席 謝謝主委 應該這樣是有稍微下來 沒有之前要超過三百 對吧 所以已經有略降了 但是比風和日曆的時候 它還是高嗎 對 對不對 來你請坐 前一陣子檢調大動作 不管是北部或高雄 每一次颱風過後 或者是有重點的災害 菜價漲之後 農業局跟所有的相關的檢查單位 我們都往哪裡去 我們都會去大賣場做檢查 對不對 我們每次在查菜價 查蔬果價 我們都往大賣場去 對不對 我們往Costco 我們往家樂福 我們往任何大賣場去 對不對 但永遠每一年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不敢 也不願意再去 招他這些辛苦的傳統市場的 這些辛苦的果農 書農們 因為他們也很無奈 他們的菜價來自於批發商 來自於中間的中間商 但是我們每一次去大賣場 都發現一件事 大賣場 永遠賣得比傳統市場便宜 對不對 因為他們可能是 常年大量的器座採購 但是 許多大賣場都跟我說 你們就每天要查菜價 就來我們家 我們家都比別人比較便宜 你如果難小說不 但是要查 應該去查比較貴 我就在找 我說 可能是這樣啦 第一來你們這裡有冷氣吹 第二 都要帶媒體來 這個環境方便 大家拍起來 菜也擺在這裡 你們的發言人 又比傳統菜市場 裡面的摊商 還會發言 還不情緒化 所以你們就委屈一點 但是 我們共同研究出一個機制 其實農業局 並沒有在重點時刻 有重點指標的 蔬果價格的公佈機制 我在這裡要建議農業局 我們高雄市試著來做做看 主席如果時間到你可以多給我兩分鐘 好 每一次在重要的水風災前後 農業局去統計採收量 如果做得到 第二 在風水災之前的一天之後 我們在這個重點的這一個禮拜 公佈採收的量跟指標的價錢 這個指標的價錢 你不用所有的蔬果都 你只要挑台灣人習慣吃的幾種水果 台灣人習慣吃的幾種蔬菜 葉菜類高麗菜 這一類大家最喜歡的 你只要公佈 今日哪一個量飯店一顆賣50 青年市場一顆賣70 你如果敢傳統市場批發價一顆多少 你只要公佈個幾次 消費者自己會去選擇 他的市場物價就不會被誤導 因為有些人是習慣性的 我就在菜市場買 來的能量我就買了 我可能並不是習慣去量飯店的 但是不見得我這樣講 並不是量飯店每一次都便宜 這對消費者絕對是一個好事 如果今天我公佈出來 我這個菜農給的正義市場 我給中校市場 我給這個市場的採購價 他的中盤商還比那個大賣場便宜 消費者會有他自由的經濟選擇機制往哪裡去 這樣的方式可行嗎 我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座議員 在這裡跟座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的菜桌水格桌 我們貫的批發市場 每一天價格都有呈現 包括台北市場 包括高雄市場 包括鳳榮市場 都有呈現 但是它是呈現地 它在買一買的地方 不是 在我們批發那個價 供貨 民眾不會去批發市場看價錢 對 現在你說的那些部分 像市場 今晚市場 我看資料裡面 它也有呈現出來 是 只是傳統市場那些 不會公告這樣 所以包括他們 都有機制 這樣 我覺得可以的話 我們農業局 試著我們來做一個農業局自己的牌架 比方說你們可以用APP 用什麼 就像那個銀行 各個銀行 它每天會公布全世界的匯率 每一個會有個差價 一點點一點點 但是如果我們農業局 自己有一個指標 我消費者可以到農業局來看 在我選擇要購物之前 這個 事實上這是覺得很方便 所以說包括說 我們願意嘗試 我們的企業局 說多少個社在我的網站 那麼在精華局裡面 它那個傳統市場的介紹 多少個傳統市場 什麼介紹多少個社 是不是我們兩個和精華局 來聯絡一個訪問 希望我們要收購20萬里 對啊 在我的網站裡面來講 好嗎 謝謝喔 上午議程到此結束 下午2點30分繼續開會 散會